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專題是 這個 這個組合鍵 旁邊都有圓形環的鬆緊器 大概是一個情形 這個鬆緊器 本身有兩個勾環 要注意的是 這個勾環 它是有左右牙之分的 像右邊的這個地方是正常的牙型 是右牙 但是左邊這一個呢 它是左螺牙 左耀牙之分內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們兩邊勾東西勾起來的時候 我們旋轉中間這個 這個扣環 你向右轉或是向左轉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種 它就會產生一種 伸縮與舒張的一個作用 當然 你四壽的也有一種做法 它就是全部都是右牙 但是右牙的話 它只有 勾一邊的時候 它可以調整 但是你如果轉中間的話 就沒辦法調整 它只能調整左右 它就沒辦法 產生一種鬆緊的一種功能 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是 就是 它調整左右 它會產生一種 反向的一個 鬆緊的功能 一樣我們將這個圖檔 一樣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 剛才所說的 它調整以後 它會產生 鬆緊的一種功能 我們看一下 我們試玩一下給大家看 我們試玩這一個 你看 這邊從右轉 它會進去 左弦的話 它會退出來 但是這邊呢 你如果右弦的話 你看 它右弦的話 會產生什麼 它會進來 左弦的話 會吹出去 這兩個 螺旋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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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樣 將這個圖檔 把它 關閉 我們重新 設計 我們重新 製作 同樣的一個圖檔 進來 給大家看 看這個 組合鍵 它是怎麼樣 做出來的 一樣 我們將這個圖檔 把它 關閉 我們重新 選擇 開啟新的檔案 選擇 主要鍵 確定 然後呢 選擇 我們選擇 新的檔案進來 第一個 我們選擇這個 扣環進來 確定 我們先暫時不要把它固定 我們先將 前期準面 跟這個 前期準面 組合 我們先把它定位 前期準面 跟前期準面 完全定位 確定 確定 然後上機準面 跟這個 上機準面 確定 再來 右機準面 跟 右機準面 確定 好 這一個 就已經 出來了 一樣 我們先 看一下 火面圖 注意看 它兩個 牙型 是不一樣的 一邊 往外寫 一邊 往內寫 一邊 往內寫 OK 它恢復回來 然後 我們 再插入 現有的零組件 瀏覽 現有零組件 然後 我們先 跟它結合一下 這個面 跟這個點 確定 然後 我們先 跟它結合一下 這個面 跟這個點 可 檢查 我們先 檢查 看一下 它這個牙型 讓它 契合 好 然後我們再選擇 進階結合 選擇機械結合 選擇 螺丁 這個部分 就是選擇 千數距離 也就是每一千 1.25 確定 然後我們轉一轉看 沒有結合好 再一次 我們沒有 沒有用進階結合 沒有用機械結合 再說一次 距離 1.25 確定 好 這已經有了 我們再轉轉看 這個地方 编輯結合 我們沒有選 點 還轉 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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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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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插入 現在有的零組件 我們瀏覽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差不多這一次 好 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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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轉,它進去了 左轉,它出來了 代表這個羅亞正確 那我們這邊呢 這邊,它右轉 它退出來 這邊右轉會退出來 左轉,就進去 左轉,進去 這兩個是左右亞 左右亞,產生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那今天,我們這個圖檔 就是這樣子 它整組就這樣結合在一起 這個要注意 就是我們設計的時候 這個地方 中間這個扣環 它就是有左右亞之分 然後 這三個組件 一個是右亞,一個是左亞 這邊是左亞,這邊是右亞 這個要特補設計 你不能全部都用右亞 當然也可以啦 因為你如果用右亞的話 你這個設計的話 中間這個設計的話 這邊右亞,這邊也是右亞 然後用單一個零件 這樣就可以做了 當然,也是可以啦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在調整這個長度的話 你就是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方便 你轉這個中間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調整它的長度 你就是轉中間的時候 它頂多是向右移,向左移 就失去它 調整鬆緊度的那個意義 所以是 這個是 正確的一個設計 必須要 左右也能夠 調整 好,我們今天這個視頻 示範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OK,OK 今天的繪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繪圖 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繪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眾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 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等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